来看看那些被刚一宠上天的爱人 尤其是这个JK妹 OK 咱们先来有请第一位 先来看我们的小黑子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再来看这位小绿 心里肯定想的是 这哥们带的不是幽魂追踪吗 怎么就完成灵魂出窍了 接着这个JK妹 告诉你们 什么才是手雷专家 再来看看这个JK妹 算是刚毅的超级爱人了吧 来了来了 然后再来看这个奶狗和懒羊羊 只见他们熟练的使出了 失传已久的超级传送 但是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傻呀 好啊 好板子 对了兄弟们 我设置的只有无敌凤凰蛋 才能点关注 不信你们试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接着来看我们的小黄蛋 前面这两个风圈还是正常的 但这第三个风圈 好家伙这是偷吃了德福吧 这么丝滑 梦里出现的人 到底是谁在想谁 要输入上帝欠我一个 后面就会出现有吃的词语 让我来试试 我的怎么是上帝欠我一个人啊 接着来看这个JK妹 他的操作让我知道了 为什么JK妹前期是无敌的 然后看看这两双暴撞墙了 接下来到底是你暴我 还是我暴你啊 好的问题不大 马上刚毅就会告诉你 天使是不需要超级起步的 这位爆炸头可能自己也没想明白 不就是吃的一个雪球吗 怎么就变成海底龙宫一日游了 哦 原来是刚毅的bug 那没事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